哈囉 大家好 我是Emily 要考空分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準備的一套題目 就是自我介紹 因為這可能是一個決定性的題目 因為一個非常有特色 有讓人家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紹呢 考官就非常容易選中你 對不對 那大家一定會很哭喔 到底要怎麼寫呢 那今天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黃金不敗的三個方法 就是教你寫出一個非常厲害的自我介紹 在開始之前呢 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線上課程 已經現在開賣囉 跟著空姐抱抱快速 通關硬考空服員全方位指南 這條線上課程是專門為了所有想要加入航空業的 你想考空服員或是地勤人員的朋友所誕生的 那不管是履歷自傳 彩妝包頭 以及涵蓋所有的面試的方法 技巧 如何回答問題 還有一些破關技巧呢 都會在線上課程中跟大家分享喔 有興趣的朋友請幫我看一下影片的描述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寫出一個很厲害的自我介紹 我們先來談一下自我介紹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那一個自我介紹其實就是很快的可以幫助考官 迅速的認識每一位硬考生 包括他的人格特質啊 或者是工作經驗等等 這個題目是考生可以提到準備的題目對不對 也就是說其實你早就知道 有可能會叫你自我介紹 你有很多的時間可以設計跟準備啊 那這份的自我介紹 應該是你已經修過再修 然後你把很多的精華濃縮了才對 所以正正你呈現在考官面前的時候 它是一個可以很吸引人 又具備你個人特色的自我介紹 這樣子你才容易被選到嘛對不對 而且履歷跟自我介紹不一樣 履歷呢其實是讓考官看的資料 而自我介紹其實就是 你可以跟考官互動的機會 因為他可以聽你的內容嘛 去問你問題啊 甚至是呢 你可以用完美的自我介紹 去打造一個非常棒的第一印象 一份好的自我介紹其實 其實在航空考試裡面呢 最完美的長度 其實我覺得大概就是30秒跟1分鐘 我會建議大家準備兩種不一樣的版本 那你把你所有的 此生的精華都濃縮在裡頭 那就可以做一份非常吸引人的自我介紹 其實是有三個方法的 第一個方法 簡單開場白與破冰 我們在進到考場的時候呢 考官請你自我介紹 一剛開始我們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打招呼嘛 我們跟考官打招呼示意 接著我們就要先介紹自己 那介紹自己這時候呢 會有很多種方法 有些人呢 他可能會喜歡用諧音 然後讓考官覺得 欸你的名字非常特別 然後因此可能會心一笑啊 或者他覺得會比較好記 然後可以加深他的印象 那有另外一種人呢 他喜歡用 他人聲的座右鳴 或者他喜歡的金句當然開場 那像這種金句聽起來是很厲害的嘛 所以在用金句開場也會很有力量 這有點像是可以代表你自己的句子 那不管你是用哪一種方式 我會建議這個 強度不要超過善事自為原則 因為這樣不會太融場 因為講完這個 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入你的字界了嘛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呢 他們會展現自己的外語能力啊 之前就曾經聽過有一些人 他可能會的語言是人家比較不會的 甚至沒有聽過的 那在字界的時候 他就適當的加入一兩句 來當成豐富自我介紹的 比如說呢他可能會台語 可能會阿拉伯文 可以一講出來啊 可能考官本來低頭 一聽到立刻就會抬頭的這一種 那我也覺得呢這也是可以放在豐富自我介紹的方法 第二個方法 善用實力或數字加深印象 在講完開場白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我們字界的主菜嘛 那字界主菜就是要講我們自己的學經歷啊 或者是我們的工作經驗等等的這些內容 那你們要想其實考官他們一天下來 可以聽非常多的字界 可能上百份 然後或者是上千人 這聽起來是非常可怕的 那對他們來說其實有八九成的印試者 他們講的都差不多 因為內容可能就是背的嘛 然後大家都很多人的工作經驗又很類似 那這時候呢你怎麼樣讓考官 可以很迅速的記住你 或者是說對你這個人比另外一個人更有印象 我們就要用加深印象的方法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講自己的工作經驗的時候啊 常常大家都喜歡用很多很豐富 像這樣子來敘述 可是到底有多少 我們不知道啊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具體化數字 像比如說如果我在講我自己的飛行經驗 我不可能會說 我曾經帶過阿聯酋 跟國泰航公司 然後這樣就結束了 我一定會說 我曾經帶過阿聯酋 跟國泰航公司 一共累積了10年的服務經驗 我去過了超過100多個城市 我飛行過了6大洲等等 這些東西 我會用數字去把它講出來 那數字呢 就是可以讓人家很快速的 對這個東西是有想像的 它是有畫面的 那它就會比較能夠 把這件事情跟你做連結 它也會比較有印象 那舉個例子來說呢 有很多人呢 喜歡在字界裡面寫說 我曾經在餐廳跟飯店工作 累積很多的服務經驗 你看很多的出現了 可是如果我把這句改成 我曾經在飯店跟餐廳工作3年 也連續3年得到飯店最優質的服務人員 後面那個聽起來就 我比較有想像空間 而且比較可以很快catch到說 你竟然已經得了3年的優質服務人員 那表示你應該是還蠻擅長服務這件事的 從你怎麼樣去敘述你的工作經驗 可以讓考官很快的 可以去catch到你是什麼樣子的人 那比起你講很多有的沒的那種內容 或者是只是很空談的東西 它聽起來會更加的有印象 第三個方法 留下記憶點 那面試的最重目的就是 我們講完字界之後啊 我們走出了考場 可是考官還是對你剛剛講的東西很有印象 那要怎麼樣很有印象 這時候你就是要設計亮點 在自己的字界裡面 那什麼是亮點呢 亮點就是你曾經發生過很優秀的 學經歷啊或者是事蹟 比如說你曾經有到國外的遊學經驗 比如說呢 你曾經有去過什麼樣的國家旅行 這些旅遊經驗 甚至是你的工作經驗是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 那這些都可以放在你的字界當中當成亮點 那以上我剛說的這些都是 我覺得是很不錯大家可以用的一個設計亮點 除了用心設計跟鋪梗以外呢 怎麼樣去流利的表達出來 這一點才是比較重要的 還要加上自己自信大方的呈現喔 關於自我介紹 還有更多的架構跟範例的教學 都在我的線上課程裡 跟著空姐抱抱快速通關 硬考空飛園全方圍指南 只要用對方法就可以成功追夢 跟我一起加入課程吧